马航MH370班机传出逝世之后 焦急的家属立刻赶往北京首都机场 虽然航空公司派人安抚家属的情绪 但是对于事发经过跟最新的情况都没有多做说明 让焦急的家属忍不住破口大骂 而马航对媒体的说明会也只有短短的一两分钟 完全没有解答任何的疑惑 使得首都机场一片混乱 想起亲人生死未卜 家属痛哭失声 马来西亚航空从吉隆坡飞往北京的班机 传出失联后 家属赶往了解状况 召集拳写在脸上 不少家属情绪 怕有意外发生 救护人员也赶紧到现场 但航空公司没有妥善安置 让家属忍不住破口大骂 马航安排的记者会等了大半天后 也因为媒体众多临时改地点 好不容易赶到现场 马航工作人员只用短短几句话 交代事故情况 这架失事班机 原本预计早上六点半抵达北京 但失联后 家属先是到机场 随后赶往马航安排的饭店 大半天下来 没有得到合理交代 混乱的场面 濒临心碎的家属 面对航空公司离谱的危机处理 让心机如焚的家属难熬 但也只能苦苦等待海外传回来的消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